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通常而言 你举荐的人就成了你的人 以后是会相互照应的 这是后世学生在官场里依附师门潜规则的潜规则 圆幻的才能如何另说 刘备需要的是增加人脉 而不是为财事举的虚名 另外 刘备在此期间招来了自己的第一个亲兵 卫队长陈道 陈道是玉州汝南人 为人中勇 后来成为白二兵的统领 侍奉刘备 刘产两代君王 大家更熟悉另一位刘备的卫队长赵云 成为徐州墓以后 刘备继续招贤那是安置自己人 弥主虽然不是士族 但他是徐州祖传大古 是念着金子一袋子 沙子一屋子骤一种金子的人家 弥主比起边赛公孙赞的三个大款兄弟强很多 不敢说身价是他们的总和 但一定比得过其中任何一个人 而且弥主还是陶谦的别价 有着如商加官商的风范 弥主被刘备弥住了 他对刘备的情谊甚至比刘备对官张还好 弥主并不擅长政务和军事 但刘备很宽厚并不介意 他给了弥主一个偏将军的贤职 陪伴自己左右 对别人要求不能太高 都给清空购物车了 还要啥自行车 刘备任命弥主的弟弟弥方 担任彭城国相 青州北海郡人孙钱 被刘备任用为徐州从事 孙钱是郑璇推荐给刘备的 郑璇是汉代经学第一人 他将之前的经学融会贯通 整而其之 建立了系统的经学 郑璇也是北海郡人 并且是卢职的戴拉师弟 刘备看到泰斗加师叔 介绍了同乡来自然重用 成为徐州墓的刘备 再次推举茂财 东汉的查举制度 各州每年只有一个茂财的名额 加上三宫各有一票 全国每年也就能推举出 二三十个茂财 因此刘备非常慎重 经过千挑万选 仔细斟酌 最后他推举袁潭为茂财 刘备完全是凭袁潭的个人能力推举的 跟袁绍一点关系都没有 刘备知道能力之外的资本等于零 为数无三家 刘备最草根 曹操有背景有朝廷 孙权有父兄的家业 只有刘备是白手起家 从贪犯干起 最后成功上市 从刘备举茂财的手法看 成功的人必然有成功原因 不过也正因为刘备的外来草根属性 所以徐州大部分的人才并没有跟随刘备 最典型的是张昭 陈角和徐轩这些人 虽然他们几个有隐世情节 不听从官府的征批 但最终张昭跟随了孙策 陈许跟随了曹操 而且他们都非常认可陈登 刘备并没有充分利用好陈登的附加值 可见此时的刘备在政治影响上非常微弱 而陈登跟刘备的合作也是有所保留的 当时刘备身边的遗珠还不止这三位 像太史慈 鲁肃 布置等等 无胜美举 太史慈为了救孔荣 还向刘备借过兵 而鲁肃虽然跟周瑜有借命之意 定桥 扎之分 但此时的他也在打算去投奔曹操势力 只是后来周瑜抢先 接走了鲁肃的母亲 这些人都是自带流量的 如果刘备能搞到一两个 他的平台知名度一定会有大幅提升 第二 安置当地军事集团 陈谦留下的嫡系军队起码有两支 曹豹和许丹 现在都听从刘备调遣 刘备在如何协调好自己 与徐州军阀的问题上明显举其不定 一方面刘备安排了曹豹为下批国国相 下批是徐州的州府所在地 相当于现在的省会 这说明刘备对曹豹是重用的 表现出了怀柔的态度 而另一方面刘备对当地军阀并不信任 这在袁术入侵徐州攻打须仪怀音的时候 表现的尤为突出 刘备带着关羽迎战袁术 把曹豹和许丹都留在了下批 同时还留下了张飞 除了刘备担心袁术声东击西的策略之外 这明显有监督的意味 以前说过 丹阳军是很角色 而张飞也不含糊 两个强硬势力的三支部队 困击在同一个地区 这本身就容易出问题 刘备的部署反映出两件事 其一 外敌袁术来的突然 没给刘备处理这件事的时间 其二 刘备没想好怎么办 就像偷吃水果糖的孩子 刚把糖放嘴里 妈妈突然就叫他过去 他一时不知道是吐了 还是咽了 只好在嘴里含着 任由事物发展 事后证明 惊吓状态中 糖快一划把刘备掖着了 他只好吐了保密 俗话说 一人不能用 既然对丹阳军将领有所怀疑 刘备为什么不把他们杀了 首先 刘备不敢 他真的需要军队和将领 虽然刘备接任徐州牧的时候 有多少兵力 没有明文记载 但刘备来徐州的时候 只有数千乌合之众 比要犯的强不了多少 所以刘牧州手下的正规军 实际 以陶谦的丹阳兵为主 刘备非常依靠 也只能依靠这些军队 刘备不但就不少 敌队势力还多 前面提到的元素曹操 只是外部敌人 徐州境内 还有很多独立武装 徐州有五个郡国 但徐州北端的狼牙国和东海国两地 被汉莫著名的泰山群寇占领着 为首的是藏霸 藏霸是泰山军人 官吏子弟 他的父亲是典狱长 清徐黄金军爆发 藏霸跟随陶谦剿灭黄金军 他以齐数建长 履历战功 担任了陶谦的齐都尉 后来陶谦去世 藏霸脱离朝廷 带着孙官 乌敦 尹黎等 各位同乡头领 一起割据在狼牙国东海国一带 不知道有没有朝旗天刚星和地傻星 不进脏霸 这个泰山同乡组织里 还另有一霸 叫昌霸 昌霸虽然跟着大家混 但总游离于组织之外 不过他的战斗力非常强 在后出世表里有句话 列举了曹操的失败 曹操武功昌霸不下 四月朝湖不成 反映出昌霸的武力值 昌霸的势力范围更靠南 占据东海国大部分地区 徐州的南端是广邻郡 这里同样有军阀割据 割据者依然是来自陶谦的旧部 这个人叫泽荣 泽荣是彪秉中国佛教史的人物 他对佛教扎根在中华 有着巨大的贡献 泽荣第一个建佛教寺院 第一个建佛塔 第一个建大型佛像 第一个举办御佛节 第一个为信徒免除摇曳 属于佛教界五个一工城的创始人 泽荣不但给三千人提供送读佛经的场地 还免费给上万人提供遇佛节的食物 费以巨异机 这在汉末战乱时期 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但泽荣做到了 当初身为丹阳人的泽荣 召集了几百人的队伍 投奔了同乡陶谦 陶谦这个人性格刚硬 但又同乡匹 对老乡爱得可歌可期 他任命泽荣为夏批国相 同时督管彭城 夏批 以及广陵三地的粮运 泽荣拿着三个郡国的巨额钱粮 毫不犹豫地打造了他的佛教五个一工城 高大的佛像 涂了金装 披了锦衣 在烟火的彩云中 熠熠生辉 接受着信徒的膜拜 后来曹操讨伐徐州 杀到了夏批 作为陶谦的老乡和下属 泽荣义无反顾地离开了陶谦 他带着一众铁粉 跑到徐州其他地区 开始了放下佛祖 举起屠刀的魔鬼人声 泽荣披着佛像的彩衣 在酒桌宴席的宫愁交错中 杀死了迎接他的徐州同事 先杀了广陵太守赵玉 接着杀了彭丞相薛丽 泽荣瞬间帮同僚达到了 刀枪穿长过 酒肉心中流的境界 然后泽荣带着士兵烧杀抢掠 割据在了富饶的广陵地区 将人善与残暴装在一个灵魂里 比雌雄同体还难做到 但泽荣做到了 所以徐州的辖区内虽有四国一巨 但真正属于刘备的只有夏批国和彭承国 徐州的治所原来在的东海国的坛城 刘备上任后迁移到了夏批城 就是为了躲避地方武装 面对徐州这块被人咬剩下的饼 饥饿难忍的刘备 一边双手接过徐州 一边在嚎啕打哭啊 反正匕首慢无强啊 更要命的是 半路还杀出个吕咬金 虽然吕布一直对刘备是好 但吕布心性不定 哪天一高兴 很可能会带着张辽 高顺成莲等人占领下批 刘备留下张飞 也有实际且正大光明的理由 防御殷勤不定的 吕布 所以你让刘备怎么果断的 杀掉曹宝和许丹 周围敌人的地盘比自己还大呢 杀了他们谁来为自己守城呢 刘备的犹豫影响了自己 也影响了自己人 张飞未必不知道刘备的为难 但他一定更在意 担扬军对自己团体潜在的威胁 这种意识在刘备外出时爆发了 大哥就是太磨叽 你下不了手就让我来吧 其次刘备不到万不得已 也不会这么做 一是刘备得到徐州 跟他和他的原班团队关系不大 完全是因为徐州各方势力 权衡利弊后的选择 这里当然包括曹豹和许丹的首肯 如果当地军队不同意 刘备休想顺利接手 所以刘备在情分上对曹 许是有亏欠的 何况曹豹还和自己合作过 一起对抗过曹军 二是因为刘备的做事方法 由于刘实力不足 刘备不得不用以退为进的方法 获得徐州当地的支持 导致管理徐州时 也只能多些隐忍安抚 前文提及袁绍对刘备的评价 看似客套 实则也很准确 红牙有信意 就是说刘备宽厚守信 但并没说刘备能力很强 宽厚守信也是刘备一生的特点 跟过他的人很少反叛 即使离开了的人 也很少说刘备的坏话 袁焕 徐树 黄泉 陈群这些人 因为各种原因离开了刘备 但都对刘备心存感念 不过宽厚守信的人 会给陌生人一种假象 老是好欺负 一些没有分寸的无知者 就会蹬鼻子上脸 试探对方底线 所以宽厚守信的人 舍虽然好 必须要有原则 对于不懂事的人 一定要能及时的解决 让其他所有小弟都知道 大哥是有原则高压线的 谁触碰谁死 而坚持原则的背后 是要有资本 无论是钱还是杀手 反正是解决问题的专业工具 已被随时解决挑衅者 但此时的刘备才出道 刚刚搭好人向摄影棚 资金和打收还没进场呢 对付不了来踢场子的人 从刘备对吕布的态度 也能看出来 刘备是多么无助 吕布逃亡而来 但骑兵的配置太强了 所以刘备既无法拒绝 吕布进入徐州 也不能带着吕布 一起对抗原术 为自己所用 就是在这样 进退两难的情况下 刘备没有及时处理好 丹阳军这个隐患 加上没跟张飞这样的贴心人 统一思想 导致主熟了的 徐州飞了 说白了刘备没能在徐州 站稳脚跟 主要是因为自身实力不够 元术 吕布以及丹阳叛军的出现 是安徒生童话里的 那个孩子 皇帝什么都没穿 此时除了皇位 他什么都没有 很像徐州母刘备